这种建筑形式 跟印度教的那个建筑很类似 所以也有人说 正定这个华塔是带有明显的印度教的风格 大部分这个印度教的那个塔的建筑都是很高 方形的 上面坐满了雕塑 包括你比如说印度教崇拜的大象 象神 牛神 各种在那个塔身上非常华丽 所以中国的华塔有古印度印度教的风格 同时它也传承了这个古印度佛教的建陀罗 中国的形式结合就成了我们中国的现在 这座华塔 所以它确实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就是坚收并序 所以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很多文化 都我们把它在中国化过程当中 创造成我们中国的这个建筑语言和建筑符号